何先赴在北京先赴天前病理学研究院的最良 在国内在比达州在治疗病毒方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身家 所以说下面就由何医师用他最精彩的发言给大家 大家欢迎 来 给我们掌声鼓勵起先 好 大家慢意思 恭喜给大家见面 我叫何先赴 我是女生 今年53月 比较有机会到香港 但是我现在比较以这个产品为主 本人 上面我就不说了 本人九岁时开始上山采药 十比四千五万 十二岁 人采三百多种 药物十六岁开始行医 治各种离难症 即着开始中医中药研究 主要研究癫症状有用 即和祖传疑方肺症 十九岁开始组织的行病 治疗各种离难病症已有四十年之久 目前会及康复病人 遍不全怪过的 因此身受社会活该人事的高度 占要不正口 下一遍 目前专门基层从事各种离难病 科学公关 临朝事件和教学指导工作 已经熟悉了非常扎实的医学以来 基础和丰富的病床 治疗经验 多年来 综合完成 电信病疾病治疗 电信病的成功治疗是万里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不断地刻苦抓捡和总经 通过了四十多年的反复条例 也日出专门针对治疗 电信病的要方 为无数电信病患者解除病毒 中手中脂 电信是一种分散 是一种上街而且发着 形式多做多样 千差万里的 有人说个人类的各种感知 是一种上街 我再看一看就行了 我再统筹坏也说不好 内地的 内地的 往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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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我一跳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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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只有这么一张 放福音 你抽到吧 中心的 成果 到底是因为 台大社和大的社会没有刺激进 最起码要有网换 各种变业如先天地传来还后天怀来的 使大脑终于部分的生机细胞发生怀使 继续提供低伤和虚拟供应障碍 等使脑细胞维持持继续的业位 稳定的能力下降 脑细胞内外的理质主要是假理质和辣理质 分布比例改变细胞周围的生机体质也发布改变 使一些受神 受神上脑细胞的电活动处于一种不伟的状态 一旦内外环境发生改变 就引起该部的生机细胞突然过不方便 并有其近期远的导致更多的神机细胞股房间 其方便的频繁和大脑增上的数百分 这样就引起了电线的频繁发作 如果一场方便只限于大脑的部分 则表现为部分性电线病发作 如果一场方便快散到整个大脑的体质 就导致全身电线病发作 很多患者认识也很优异症 哎呀 这一些多多少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我就去下载了吧 在路上 你也把一些个案讲一讲嘛 看着这样子也没意思哦 这电线病啊 在那些上面说的 你还是说不完 也比较难治 我只能是说我治电线病 现在是普遍千贵国地 已经治了上万了 好几万病人们 说效果确实达到百分之九十七 来一百个就能好上九十七个 千贵国地的往回家跑 就是有些开国的 开国好的 到我家找到我了 照应好 那么在有些时间关系 我就简单的讲几句 这个大家在作为高手 如果身边有亲戚朋友 有这一方面的互相介绍 我还有个想法 我还准备是争取在我们 中国每一个神 每一个神 神上一个脸 把你两个脸 有爱好呢 我准备每一个神 收一个途径 培养一个人才 为这个神服务 因为我在技术太好 对 我 我 也自然是知道我们贵州的小天津 和中国大力很难 所以 欢迎大家 活着 解除 癫痫兵 换成功夫 信心发展 谢谢 非常感谢我们何医师 那么进去呢 有关编辑症的说明 因为我们的电脑不争气 我刚刚讲过 我们这个设备都是临时 凑合的 所以呢 各位 不好意思 请高观看 好 接下来